各位菩萨各位大德大家好 这个单元要来讲我的目标与实践 我的目标与实践 我们也常常听说 布施不是有钱人的专利品 而是一份虔诚的爱心 爱绝不能夹杂着怀恼 因为有烦恼就会有污染 不能低头的人 是因为一再回顾过去的成就 要培养一份清净无然的爱 在感情上不要有得失心 不要想回收就不会有烦恼 培养好自己的气质 不要争面子 争来的是假的 培养来的才是真的 我的目标与实践 所谓好命应该是以下八大目标中 能得到较高分数才堪称是命好 请用客观的心态来检阅您 人生八大目标 因您目前的年龄 回顾过去八大项目标中 本身的投入度 关心度以及圆满度 实践度 请照实情及实际状况标记下来 这个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人生的八大目标 你可以自己去设定 那以在这个案例之中 我设定事业 健康 理财 家庭 社交 进修 心灵 休闲 这八大目标 是我个人的一个人生八大目标 如果检验我 譬如说我们现在五十岁 五十岁以前在我们的事业上得分 譬如说还不错四分 那健康呢 不太好 因为不懂得 做健康管理可能得到的是一分 那理财 也不太会理财 那就两分 家庭呢 有没有好好照顾 有的话就四分 没有的话就一两分 社交呢 如果说你广结善缘 有交了很多朋友 你就四分五分 画一个点下去 进修呢 如果有不管在何时何地你都懂得进修 听演讲 然后一直在精进 你就画四分或五分 那没有的话就一两分 有没有在做心灵的成长 有的话就四五分 没有的话一两分 休闲呢 一样 如果说您有规划每年几次的休闲 跟全家一起去出国去玩 你有在做你就四分五分 没有如果三五年都没有做休闲的管理 那你就一两分 当你这八大项的项目之中 你把它所画的分数都把它圈起来 就会有一个不规则的形状 那你每三个月 甚至每半年或一年来检验 重新再检验这八大目标 看你以前分数很少的 经过你的改变 你的实践以后 你有没有分数增高 当某一天 几个月几年以后 你所把这八大目标画出来 是相当远而且分数很高的远 那代表您的运您的生活已经达到 尽善尽美的地步 如果经过了几个月几年以后 原来分数很低的 在经过改变以后还是那么低 那代表您根本就没有再改变你的命运 所以以简单的这个图表 就可以来测验出 我们一个人想要改运 想要来规划我们的人生 是不是你有在进步 有在做改变 如果没有的话 就像台语的一句话所讲的 几晚转头楼 天一更就没半步 那命真的是不能改 那运才能改 那你如果没有去把圆圈画得更圆 代表您就没有改命的一个机会 所以一个人的灵灵种种脱离不了 人家说一命二运三风水 四姬德五读书 您要改变您的目标与实践 就从读书来做唯一的改变 也可以 做改变人生运势的其中一个选项也可以 所以说常常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 做功德都说好话 其实也能够改变 那这个小小的一个图 就能够让我们跟人与人来做一个 很好的互动沟通的一个桥梁以及工具 那希望您在人生的八大目标与实践之中 能够赶快画出一个很大的圆圈的圆 让我们所有的目标能够好好的实践 希望各位能够心想事成 恭喜各位也感恩各位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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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